到底台湾人多爱喝牛奶 为什么这么多品牌的牛奶 这么多的口味 每次进去超商里面 就是一整排的都是 为了牛奶存在的 就是要被他发言没差 我是说台湾牛奶不好喝 然后呢 我也知道台湾的牛奶 是世界上数一数二贵的牛奶 这有什么原因吗 这有什么理由吗 他就是谁在喝这个芋头牛奶 而且我听说在台湾不是有人在炒 什么芋头是甜的 咸的 什么芋头 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就是太咸 这么小的事情也能炒 搞不懂 这今天呢 我要来评比台湾的热门牛奶 这些是热门的品相的话呢 我就承认我都没有喝过 可能台湾的热门就是跟我 我真的不会主动走进去 拿这些口味的牛奶来喝 好了来喝喝看吧 这个是万丹芋头牛奶 你看像芋头牛奶 我是绝对不会拿来喝 他是谁在喝这个芋头牛奶 他说台湾芋头使用 鱼香浓厚细致绵密 而且我听说在台湾不是有人在炒什么 芋头是甜的 咸的 什么芋头要放过锅 什么鬼东西来着 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就是太咸 哈哈哈 这么小的事情也能炒 搞不懂呢 反而芋头牛奶在泰国比较少见 可是也不奇怪啦 它有芋头的香 没有那么强烈 所以搭配在牛奶 没什么问题 可是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是 它有一种烈乳的香气在 很莫名其妙 它没有那个烈乳的甜 烈乳超级甜 可是它却有那个烈乳的香 所以烈乳的香就是蛮讨喜的 对我来说 你根本说它是烈乳牛奶 我就相信哦 这蛮出乎意料的 我以为就是一定要 喝到浓浓的 芋头的香 它的甜度呢 对我来说算是微糖 就是有甜度在 可是完全 算不上甜 哈哈哈 这个是绿豆沙牛奶 这个呢是完全就是 我都不会拿 起来喝 哈哈哈 绿豆沙跟牛奶 就光想就是 今天口好渴哦 然后或者今天想要喝牛奶 就不会连想到 想要喝绿豆沙牛奶啊 哦它是牛乳 它说它是正中经典台湾味 啊它懂了 感觉这些东西又是台湾味啊 你知道这种包装 这样子挤出来啊 很多刚来台湾的泰国人不知道哦 是一群笨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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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明天的绿豆 哈哈哈哈 绿豆汤 哈哈哈哈 可是绿豆汤真的是一部分 泰国人的 童年的阴影 就是泰国人 有一部分的人超讨厌绿豆汤 它就是泰国的 学校提供的餐点 就是有饭什么东西 然后甜点就是 绿豆汤 超难喝 超级无敌难喝 哈哈哈哈 我有闻到那个绿豆的 香味 可是确实它就没有那个 绿豆汤的那种很难喝的那个 色色的味道嘛 我现在已经就是努力 挤出好花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它确实不难喝啦 可是 也不到好喝 等一下 突然联想到一个东西 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 绿豆碰 它味道很像绿豆碰 可是是水的 是牛奶的 走不中 哈哈哈 这个是苹果牛乳 可是苹果牛乳 我是常常看到另外一个牌子 我很少看到这个牌子 这个苹果的香气很强 我刚倒出来 它就是水 迫不及待了 想要往我的鼻子这边跑过来的 哦 它苹果的香很清 而且很真实 哈哈哈哈 它香味很像那个 泰国很红的 绿苹果的卵糖 这个好喝 好喝 有那个养肋多的感觉 可是 它的那个 香味是苹果的 甜度跟微微的酸度 跟养肋多有相似之处 如果它这么热门的话 然后我居然不知道它 哈哈哈哈 我在台湾生活这么久 都是百活 哈哈哈哈 因为它好喝耶 我喜欢耶 就是它的香气 重过于它的甜度 所以喝下去 就会觉得 它没有那种 太甜 让你的喉咙很伤啊 可是 它的香味 却非常的甜 所以就会觉得 哦 好好喝 这个是西瓜牛乳 还没有喝先闻到它的香气 它的香气 很奇怪 它的香气 你有吃过 就是一颗西瓜 然后你红色吃完了 然后不小心吃到下面 接近皮的部分 那个白白的 它就是那个白白色的味道 很空虚的感觉 味道上呢 是已经没有西瓜了 就喝到牛奶的 甜甜的味道 然后 香味呢 就是那个 西瓜 的那个 白白的 那个部分的 味道 所以就 就还好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有一点 不懂难度 它的热销在哪里 哈哈哈哈 而且喝下去 嘴巴里面会出现 那个 你有吃过西瓜 然后不小心咬到 西瓜 纸出来的 那个味道 对 现在我的嘴巴 是那个味道 这个是 果汁牛乳 这个我很常看到它 可是这是第一次要喝它 好像什么药 就感觉 它 它味道很像 那个运动饮料 嗯 嗯 这很特别 冲击感好大哦 因为 闻香气呢 你以为就是 味道上 它会很丰富 因为它味道呢 真的很重 它的味道 有闻到那个 凤梨的 尖尖的香啊 橙汁啊 橘子 什么之类的那种 就是 酸度比较高的那种 可是一喝下去 它就是甜的 纯粹的甜的 也没有喝到 凤梨的甜 也没有喝到 什么橙汁的甜 它就是牛奶的甜 就这样 所以就是很冲击啊 就是 这么香的东西 一喝下去 却变得这么温和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种落差感 帅哥 可是床上不醒的 这个是巧克力蛋白牛乳 它是巧克力的 对不对 可是包装完全看不出 它是巧克力 除了巧克力这个字之外 太小了 完全台湾味的 巧克力牛奶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微糖没有甜味 就是台湾人喝 手摇饮料啊 想要喝什么 可可拿铁啊 巧克力牛奶啊 无糖啊 这就是代表台湾人的味道 台湾人就是有在喝这个味道 而且现在我已经习惯了 被台话得很严重 这个是咖啡牛奶 这是我喜欢的 它是入门级的咖啡牛奶 它就是 小孩子第一次想要喝咖啡 看看的味道 这个我喜欢 可是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说 这个会偏甜一点 喝完了 我自己很喜欢的 就是这个 咖啡牛奶 很小孩子的味道 然后 苹果牛奶 也还OK 这两个都是很 小孩子的味道 哈哈哈 然后呢 这个芋头牛奶呢 是可以接受的味道的 这个巧克力的 跟这个果汁的 它也不难喝 就是不会主动去喝 这个两瓶 就是我稍微有点不太懂了 就真的不懂 如果它真的是热销的话 我就认得 就是没办法理解 它的好处在哪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